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3年12月11号 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早安 你好 我是老顺 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香港区议会选举慢慢有结果了 因为这香港区议会选举 在今天凌晨零点钟截止投票之后 目前在紧锣密鼓的点票工作当中 而全港44个地方选区的选举结果 也正在陆续的出炉 也在实时更新数据 有当选的新进区议员就表示感恩 并且会继续的回馈市民 也有落选人士表示不会气馁 仍然会致力服务社区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选举 地方选区选举在10号午夜12点截止投票后 经过约两小时连夜点票 竞争激烈的湾仔选区结果 率先出炉 来自民间联的候选人穆家俊 与独立参选人李碧仪当选 有人感谢当区居民支持 也有当选人表达本次竞选面临的普遍挑战 这次去参选都是用了很大的勇气 因为始终自己是一个无党派的人士 但今天见到的结果都很感恩 竞选的过程当中包括要走访不同的区 要了解不同的区域当中 他们的一些面对的问题 或者一些民生关注点 我们都是需要重新去做很多不同的功课 我想这个是由小区变大区最大的不一样 也都是最大的困难点 而有人温习有人忧 今次落选的候选人心态又如何呢 我会再更加努力为社区服务 为玩仔服务 无论结果是怎么样 我都会一如以往为社区服务 截至11号凌晨6点半 多数地方选区票站结果仍在点算中 并实时公布统计结果 富豪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香港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投票结束之后 各区的投票站陆续的转为了点票站 而在下午2点半结束的地区委员会纪别投票 也在这时一并开始点票 最终一共有176位区议员当选 开启票箱 确认所有选票到出 然后分类 再通过人手数一次 是否投了足够票数 香港区议会选举地区委员会界别点票有序展开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等人 来到黄大仙一个票站开票 工作人员随后将有效选票 放进盒子里 分发给其他工作人员点票 然后把选票装入袋子 并将选票选择的结果录入电脑 两人一组各自录入一次 确保结果一致 在黄大仙这个票站中 10个候选人竞逐8个议席 有当选人表示 新增的地委会界别选民 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翘楚 可以反映不同团体和机构的诉求 他们的关注点 他们代表的机构 和他们代表背后的一个持分者 社区持分者的利益 往往在过去里面 可能是有机会 未被大家都去留意和注视 而今次有这个界别 我相信对于政府 和各个方面的沟通 可以得到更加原先 曾担任五届区议员的黎荣浩 曾在2019年选举中落败 能够势而复得 他认为有赖于这次选举 在和平公正的环境下举行 不再只靠喊政治口号取胜 在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 新增了地区委员会界别 由228名候选人 竞逐176个议席 当中奎清区 大步区和里岛区 是竞逐最激烈的三大选区 区内平均约1.5人 争一个席位 最终分别有12名 8名和4名候选人当选 凤凰卫视张又人 显至香港报道 我们看到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今天的凌晨 在巡视票站时 也会见了记者他提到了 这次的区议会选举 达到了原先定下的目标 整体公平公正连结安全及有序 也形容新一届的区议会 将会是有直诉的议会 也会配合特区政府来施政 以实际表现让市民受惠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今次的选举 达到原先我们定下的目标 就是整体是公平公正连结安全有序 区议会在我们完善了 地区治理制度之下 大家刚刚一起选出的区议会 是会专注地区事务 做实事 也都会配合政府有效的施政 令到政府的政策 可以落实到社区 以实际的表现和政绩 让市民切实能够受惠 那么就在投票的期间 全港各票站因为这电子选民 登记测系统故障 投票的结束时间也延长到了凌晨零点 那么对于这一次电脑系统故障事件 李家超就表示和预期有落差 同时也强调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也已经要求成立包括了 警方网罪科在内的 专责调查小组来全力调查 三个月内要交报告 要找出问题的成因 同时也要确保同类的事件不再发生 好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 香港信仪界的区议会的选举投票结束了 全港44个地方选区的结果呢 也是陆续出炉当中 那么有关于 游坚望南区选举的结果最新消息 马上连线正在有马蒂现场的 本台记者张龙 去了解一下 张龙早上好 杨子祥一早上好 张龙 赶紧为我们介绍一下 游坚望选区目前点票情况到底如何了 好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次香港的区议会选举的地方 鉴别选举委员会的这个名单 是已经全部的公布 那么大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选区的结果呢 也是在陆陆续续在公布当中 那么像我现在所在的是 佐敦的官 佐敦到官邻小学 从昨天到现在已经接近24小时 这个票站才刚刚结束最后的这个运行的工作 那么在昨天晚上的两点多钟左右 这边的点票工作是正式的开始 很多会员人以及他们的拉票的人员 都在这边观看了一个最后的点票 那么因为这边的票站是比较多 需要将周边所有票站的票数会议到这里才能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公布 那么也在刚刚的半个小时前 这里的票站主任是公布了最后的结果 那么早前我们有提到这个由监望南选区是全香港的地方选区 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之一 有六位的候选人要竞争两个区域 其中有三名的少数主义候选人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当选的是 第一是来自九龙社团联会的光伟西 那么他比较关注的议题呢 就是这个地方老旧楼宇的一个维修问题 他希望特区政府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多的资助给小业主 来降低他们在维修楼宇的负担 那么第二个票名当选的是来自民建联的这个叶敖东 那么他在这个文化地区建设上就有更多的经验 他就希望在这边能够建设一个东文化走廊 东九的文化走廊能够连接西九文化区 通过在这个区发展文化能够带动这个地区经济事务的发展 那么剩下的三名的少数主义候选人是不幸的落选 不过昨天我们在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表示说会保持一颗平常心 因为他们都已经有长达二十多年的社区服务经验 他们就表示这次即便是没有机会能够当选 也会继续的保持为社区服务的这个初心 样子相依 好的了解 谢谢赵龙在前方带来的最新消息 我们帮大家搜集了一下资料 因为香港不少的登记选民都在区议会选举当天踊跃的投票 而无论是这特首官员议员还是普通的市民 他们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一套选嫌标准 那么当中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来看我们的记者观察 每隔四年一次也是我第三次参与报道的香港区议会选举 今年的投票日 从一早票站正式开放前就能感受到香港社会各界对这次选举的高度重视 这是香港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 也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最后一块拼图 选民投完票都会收到一张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的新议卡 封面上印有共建美好社区标题 而无论是狮子山青马大桥金子敬广场还是中环摩天轮 这些不同的景观地标都提醒市民 香港是我们共同的家 而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就是令这个家园变得更加美好 虽然身份不同 但不少人在选举日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那就是登记选民 那么大家对选才选型能的标准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我自己就看了在这区的五位候选人 从而就选一个认为他所承诺做的事情 附下我的要求 另外当然我也要看他的背景 看看他有没有经验 他的能力 我相信他有 也都如果对于他以前已经有一些服务社会的成绩 当然都是参考 其实我一定是考虑了 所有有关候选人提供的资料 他个人的背景 自己的工作经验 学历 在社区工作的一些过去的经验 抱负 所以所有我觉得是一些值得参考的客观的资料 我都会是看的 最常有私房members 这些房members就是人贫又好 第二有这个能力 第三他这个参与度要高 然后最后如果他对当地这个地区讲会的比较好 那么他未来这个发挥也会更好 那我本身呢就处在这个附近呢 也是这个湾仔选区的一个选民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次的候选人 非常的努力落去与市民接触 包括在居民楼门口宣传啊 在街上派发政官宣传单张等等 我每天几乎都会看到他们了 我也跟他们聊过他们深深的知道当区居民的痛点 比如说这个湾仔街市的卫生秩序问题啊 以及区内很多古迹的活化的问题等等 那他们也承诺了当选之后呢 一定会积极的向特区政府来反映和跟进相关问题 争取尽快的改善 那这也反映出区员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上情下达 下情上达 风和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日从早到晚 各区的气氛相当热烈 紧张的拉票和投票活动当中 也不发一些温馨轻松的小细节 一起来看一下记者发自邮件旺选区的观察 今天就是选举投票日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 你唯一一个女性的候选人 香港仔一定放在你底 投票日当天这条街上似乎比平时更为热闹一些 站在这里已经听到各种喇叭的声音进入了耳朵 其中有中文 英文 印度语 八十三语 因为游街旺南这个区域是全香港 少数多语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而所有的候选人都在抓住最后一定的机会 进行最后的拉票 好多市民和拉票的运功其实都非常热情 刚才就有不少市民从这边经过 看到他们举着手掌 以为是要give me five 直接就来了一个机长 其实他们享受的是请投五号 投完票出了投票站的门口 就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选举事务处 今年专门设置了这样的打卡的餐位 在这里很多市民可以拿起自己喜欢的公仔 来合影留念 那么今天作为一名香港市民 我也来一张工作打卡自拍照 来 候选人的议题呢 还涉及到小动物的保护权力问题 有候选人就打出感情台说 我自己家里都有养猫猫狗狗 我希望在我当选之后 能够在这里划分更多给动物的公共活活动时间 我们电视台呢 是有自己的新闻采访车 在线上我们就看到有候选人开来了自己的拉票车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在游街旺这个区域呢 少数族裔非常的集中文化 也非常的多元和共荣 像这位巴基斯坦裔的后援人 他的拉票团队 拉拉队就不单是只有来自巴基斯坦的 也有来自印度 来自孟加拉 来自尼泊尔等地的人士 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在早上八点就已经来到这里 在投票前就已经在这里开始来固阵等待了 他们将会在这边一直等到投票结束 一直等到很晚才会离开 而他们也专门制造了一个 很多为自己粉丝打call的灯牌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 香港加油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真的是选情很热烈啊 这今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意义也非凡 因为新一届的区议会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 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何先生您好 你好 香港新选举制度下举行的首次区议会选举 展现出了怎样的新风貌呢 是的 这次选举为什么特别受到特区政府 以及香港社会的高度重视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比 那就是四年前的香港区议会选举 那次选举呢 首先它这个形式呢 是非常混乱的 因为当时这个黑豹势力横行 其实当时是不应该举行区议会选举的 后来呢 区议会选举就变成了 我们说变成一个我的观察 就是一个群魔乱舞 大批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 只凭着这个支持黑豹势力的政治口号的一些 所谓政治素人呢 就通过这次区议会选举就这个当选了议员 而且他们当选议员以后 不是在从事这个跟地区有关的民生 有关的这个工作 而是在做区议会根本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比方说所谓的这个追求警察的暴力啊等等 那么就反映了在当时的这个地区治理体制 当时的这个选举制度下面呢 那个区议会选举呢 它就走向了一个邪路 那么这个情况现在已经涉及改变了 我们看到这个就像特首李教授所说的 这个地区治理体制本身改变了 选举制度也改变了 那么所以这次新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呢 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这个现象 一方面这个特局政府高度的一个重视 我们说这个大概最近两个星期以来 这个香港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气氛呢 非常的活跃 那么然后给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次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呢 它就是公平公正的 因为19年的这个选举 它就做不到公平公正 当时呢 凡是这个爱国盛营的这个候选人 往往会受到谩骂 甚至受到攻击 那就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但这次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这个环境 那么所以我看到这个 所有的这个参选人呢 非常努力的在宣传自己的这个政纲 希望选民投自己的一票 虽然区议会它不是一个权力机构 但是呢 它对于这个下情的上达和上情的下达呢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么所以这次呢 看到这个民众的这个投票呢 也相当一个踊跃啊 我是昨天下午去投票的 那么我亲身感受到 这次投票的这个组织工作呢 是相当的这个完善 其实也非常这个方便 那么任何人呢 甚至包括这个行动不变的人 这个都准备了这个专门这个通道 因为有些选民它是要做轮椅的 那么也有专门给做轮椅的人提供的这个特别通道 那么选投票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都会所有这个来需要帮助的这个选民 都会及时的这个提供这个帮助 所以这次选举呢 反映了香港这个由乱到制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新一届的这个议会产生之后呢 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现在香港这个在基层呢 它是有很多具体的民生的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呢 政府它不一定了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新当选的这个议员 他们都感受到了 这个他们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个选民 在本地有哪些需要改善 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他们会及时的向上反映 那么然后在政府的这个支持下 可以及时的帮助他们解决这个 这些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 使这个民众能够更好的安静乐业 那么这就是区议会选举之后 那个新一届的这个区议会 它应该 而且它也能够扮演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为什么对这个香港 这一届的这个区议会选举这么重视 我想大家就可以有一个 更深的这个理解了 两位 的确如此 谢谢何良良先生的电评与分析 那么对于香港新选举制度下的 首次区议会选举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副主席 郭一鸣他认为 这次选举呈现了新特点 新气象 候选人的政纲 极具建设性 散发正能量 这次的这个区议会的选举呢 也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富有建设性和富有正能量 特别能够针对区 这个各个区 区内的一些民生问题 包括一些 无论大事小事 大事包括这个区的这个发展 经济的发展 包括民生 包括这个道路建设 包括这个教育等等 小到一个街道 一个路灯等等 这样一些问题都被大家提到了 所以这次的一个 这个造势 包括这个选举的过程中呢 充满了一种建设性 和过去的区议会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 我们见到有一些 这个政治的一些口号 谩骂甚至攻击的这样的现象呢 这次的区议会的选举呢 都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变化 也是这次我们看到的 这次的这个区议会啊 在之前我们所见到的 跟以往历次区议会 选举或者说历次选举 最大的一个不同 香港多名政界人士认为 此次选举将彻底改善 地区治理的政治生态 将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到实处 重塑后的区议会将回归 服务社区服务民生 从而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指数 就是爱国者之间呢 更加的比拼我们自己的政纲啊能力啊 还有组织能力啊 在全港的一个认受性等等 所以跟以往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感觉到这个更 这个难度更大 这个在动员啊 在组织啊 这方面的力度也比以往都大 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要确保 我们能够贯彻 我们的基本法 官法 那么很多我们这个选民 对于通过这次选举当中的 这个就是刚刚的川渝啊 对于候选人的这个挑选啊 包括今天的选举 大家对于爱国者治港的原则 更加深入人心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为很多这个选民 包括广大市民 他们对香港能心势稳 更加有了新期待 新希望 大家都希望香港在未来 爱国者治港原则的 这个就是刚刚的 照耀下 大家能够拼经济 能够改善民生 大家能够把这个就是刚刚的 社区美好的生活活泼的更好 把自己的对美好生活的理想 充满了更好 好 各位的焦点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 中文庄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在12号到13号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要促进双方务实合作 是这一次的重点之一 而中方此前明确表示 愿意继续扩大进口越南的优质产品 另外根据媒体报道 双方有望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合作方面 取得进展 为于河内老城区北部的东宣市场 是河内目前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 拥有超过2000家店铺 从服装 香包到家居生活用品 应有尽有 而随着中越经贸往来不断密切 现在市场里有七八成的商品都来自中国 都市场里的商品批发市场里有多少 感觉都在用炉脸 去年9月 越南百香果和榴莲等水果 获准进入中国市场 也成为中越贸易的新亮点 据中国海关统计 今年上半年 中国78.7万吨的进口榴莲当中 有18.6万吨都来自越南 业内预计 今年越南流连的对华出口 将远超过10亿美元的目标 而整体来看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今年前10个月 双边贸易额达到1851亿美元 全年的贸易额有望连续第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 中方此前也明确表示 愿意继续扩大进口越南优质产品 推动两国经贸关系高质量发展 这条位于河内老城区独具特色的火车街 火车会从密集的民房和咖啡店中间呼啸而过 是老城观光的一个好去处 不过这一列从河内开往海防的火车 120公里左右的距离却需要两个小时40分钟左右 所以推动国内的铁轨升级 也是越南发展经济的一项要物 越南现有铁路线路3000多公里 大多是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 但这些线路采用的是米轨 也就是轨距为1000毫米 列车速度和载重性能都比较差 有关轨道升级的计划一直在酝酿当中 在2015年11月 中越双方达成共识 拟将越南老街至河内至海防的铁路 改造为标准轨道 以顺利连接通往昆明的铁路 而许路透社报道 近期在中越高级官员的会面中 越方就呼吁升级连接昆明和海防的铁路 中方也多次强调要加强 同越南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如果升级项目得以实现 无意也将推动 越南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的对接 中国的经贸合作 凤凰卫视音巧文 周明亮 刘健 越南河内报道 以后冲突也还在持续 现在看到是以色列坦克10号继续的猛攻 加沙的南部城镇汉尤尼斯 而总理内坦尼亚乎就表示 哈马斯的末日即将到来 也呼吁武装分子放下武器投降 不过哈马斯方面则是否认有成员投降 并且警告称 除非释放巴勒斯坦人囚犯等要求得到满足 否则不会有被扣押人员活着离开加沙 哈马斯卡桑里发放新视频 指他们的成员在加沙南部城市 汉尤尼斯附近乙军 武装分子逆藏在被摧毁的防武瓦利内 用火箭炮攻击推进的乙军士兵 又偷袭乙军的达客 另外又以无人机空头炸弹 准确炸毁乙军坦克 乙军近日不断向汉尤尼斯市中心推进 与哈马斯武装爆发激烈向战 当地军民说 乙军坦克已经抵达贯通南北的主要干道 战斗机则集中攻击西部地区 乙军10号声称过去24小时攻击了超过250个目标 包括哈马斯的指挥中心以及多条地下隧道 加沙南部多个地区冒出浓烟 乙军装甲车不断穿梭往来 直升机则在空中徘徊 乙军10号夜间发布战况通报说 乙军战机在情报部门支援下 炸死了哈马斯沙甲耶律的新任高级指挥官卡里卡 通报还说 本轮冲突爆发以来 乙军共袭击了加沙地带2.2万个目标 有426名乙军士兵死亡 总理内塔尼亚胡泽表示 哈马斯的末日即将到来 呼吁哈马斯武装分子缴械投降 不过哈马斯发言人否认有成员投降 又繁殖乙军非常暴力地攻击汉尤尼斯 哈马斯并警告 除非释放巴勒斯坦人囚犯的要求得到满足 否则不会有被扣押人员能够活着离开 另一方面 黎巴嫩真主党与乙军的冲突也在升级 乙军空袭黎巴嫩南部5个村落 报复真主党以无人机及导弹 攻击以色列村落及乙军阵地 乙军的空袭造成5间房屋被毁 5人受伤 乙军本身则有2名士兵轻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马上来关注台湾大选 待会见 欢迎回来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相关消息 香港区议会选举在今天的凌晨零点截止投票了 经过凌晨紧锣密鼓的点票工作 现在全港44个地方选区的选举结果 正在陆续的出炉当中 并且实时更新数据 现在有当选的新禁区议员就说 很感恩也会继续的回馈市民 也有落选人士表示不会气馁 还是会致力于服务社区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选举 在10号午夜12点截止投票后 经过约两小时连夜点票 竞争激烈的湾仔选区结果率先出炉 来自民间联的候选人穆家俊 与独立参选人李碧仪当选 有人感谢当区居民支持 也有当选人表达 本次竞选面临的普遍挑战 这次去参选都是用了很大的勇气 因为始终自己是一个无党派的人士 但是今天见到的结果都很感恩 竞选的过程当中包括要走访不同的区 要了解不同的区域当中 他们的一些面对的问题 或者一些民生关注点 我们都是需要重新去做很多不同的功课 我想这个是由小区变大区最大的不一样 而有人温习有人忧 今次落选的候选人心态又如何呢 我会再更加努力为社区服务 为湾仔服务 无论结果是怎么样 我都会一如以往为社区服务 截至11号凌晨6点半 多数地方选区票站结果仍在点算中 并实时公布统计结果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香港区域会选举地方选区投票结束之后 各区的投票站陆续的转为点票站 下午两点半结束的地区委员会戒别投票 也在这时一并开始点票 最终一共有176位区议员当选 开启票箱 确认所有选票到出 然后分类 再通过人手数一次 是否投了足够票数 香港区议会选举地区委员会戒别点票 有序展开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等人 来到黄大仙一个票站开票 工作人员随后将有效选票放进盒子里 分发给其他工作人员点票 然后把选票装入袋子 并将选票选择的结果录入电脑 两人一组各自录入一次确保结果一致 在黄大仙这个票站中 10个候选人进逐8个议席 有当选人表示 新增的地委会戒别选民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翘处 可以反映不同团体和机构的诉求 曾担任五届区议员的李荣浩 曾在2019年选举中落败 能够势而复得 他认为有赖于这次选举 在和平公正的环境下举行 不再只靠喊政治口号取胜 在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 新增了地区委员会界别 由228名候选人进逐176位议席 当中奎清区、大部区和里岛区 是进逐最激烈的三大选区 区内平均约1.5人争一个席位 最终分别有12名、8名和4名候选人当选 凤凰卫视张又人显至香港报道 向上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今天的凌晨也在巡视票站的时候 会见的记者他提到了 这一次的区议会选举达到原先定下的目标 整体公平、公正、连结、安全及有序 也形容新一届的区议会将会是有职诉的议会 也会配合特区政府来施政 以实际表现让市民受惠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今次的选举 达到原先我们定下的目标 就是整体是公平、公正、连结、安全、有序的 区议会在我们完善了地区治理制度之下 大家刚刚一起选出的区议会 是会专注地区事务做实事 也都会配合政府有效的施政 令到政府的政策可以落实到社区 以实际的表现和政绩 让市民切实能够受惠 在投票期间 全港各票站因为这电子选民登记测系统故障 这投票结束的时间也延长到了凌晨零点钟 而对于这一次电脑系统故障事件 李家超也表示和预期有落差 同时也强调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也已经要求成立包括了警方网罪科在内的 专责调查小组来全力调查 三个月要交报告 要找出问题成因的同时 也要确保同类的事件不再发生 那此时此刻香港区域会选举的投票结果 正在陆续的出路当中 目前工作到底进行如何了呢 接下来呢就要立刻连线给人在 湾仔选区黄仁书院点票站的记者 陈其漫 其漫早 杨子相议早安 其漫现在当选人他们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表述 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 好的我想先给大家带来一些我最新掌握到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在地方选区方面呢 基本上呢所有的地方选区呢 其实已经完成了点票的程序了 而并且呢已经产生了初步的当选名单 但是啊仍然是有待这个选管会的最终的公布 那么就好像呢我现在所身处的这样的一个黄仁书院呢 它就是湾仔选区的其中一个票站呢 那么呢根据现场的消息呢 这里的一个点票的情况呢 点票的环节呢 其实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已经结束了 所以呢可以看到票站现在呢 相关的布置基本上都已经拆除了 包括路标啊指示等等的这样一些布置 只剩下我身后天花板上的一些小横幅啊 还没有拆除 但其实呢在票站内啊 仍然呢是有不少的传媒记者正在留守的 也包括呢票站的工作人员 大家也都在等最终的一个详细票数的官方公布 那么但是呢另外一个界别 地区委员会界别的选举结果呢 是已经尘埃落定了 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40分的时候呢 已经做出了公布 那么全港18区一共228名候选人呢 是通过全票制的方式选出了176个席位 那么其中香港民建联呢 是取得其中的68个席位成为地区委员会选举的最大赢家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次是新民党派出12个人参选呢 一共呢是有10个人当选 而至于其他的政党和团体方面呢 我们知道公联会呢 是有21个人参选地委会界别 其中有9人胜出 那金明联呢有10个人出选 当中8人当选 自由党赢得两席 劳联赢得一席 公屋联会呢 也有一个人呢 是在关塘区胜出 另外呢 我们也了解到 有8名的当选人呢 也是现任区议员 这一次的选举中呢 是转往这个地委会界别 进行参选 那也是成功获得连任的 那么有关的选举结果 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关注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杨子的详意 再谢谢奇曼来自于湾仔的最新领先 那么这一次 香港区议会选举10号的投票 持续了超过15个小时的时间 到凌晨零点正式截止 而期间一度出现了 大牌长龙的景象 投票日早上 不少市民趁早来到票站门口 排队等候 香港邮件旺南 是44个选区中 竞争较为激烈的选区之一 这是当区其中一个投票站 上午8点半一开门 大批选民就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入内投票 在区政府在投票站旁设置打卡位 不少选民投票后拍照留念 纪念新选之下的首次去选投票 当局同时在上水港铁站附近 设立了4个临近边境投票站 方便往返香港和内地的选民参与投票 安排深受欢迎票站排起长龙 气氛热烈 本次区议会选举增设了地区委员会界别 相关选民可以到全港18区专门的投票站投票 这项投票在下午2点半结束 等到晚上所有投票结束后才一并点票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下午巡视了多个投票站后 前往港岛的地委会界别投票站 了解投票站转为点票站的情况 虽然夜色渐晚 但还有市民陆续进入票站 抓紧最后时间投票 其中黄大先东选区投票站 仍有大批选民排队等候 不过接近晚上8点的时候 多区票站电子系统出现故障 有选民表示未能领取选票 随后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 转为适用正式选民登记册印刷本 发出选票 并延长投票时间一个半小时 至午夜12点 有选民表示 知道延长投票时间 立刻出来投票 还有市民表示 安排调整后 让他有更充分的时间参与投票 有选民完成投票后 仔细阅读手中获发的 区选新议卡 同时还有候选人选情告急 在夜幕中亮起荧光灯牌 奋力喊口号 哪怕是在投票截止前一小时 仍在争取最后的拉票机会 有关区议会选举参选详细名单 请参见凤凰秀 午夜12点投票正式截止 投票站陆续关闭 并转为点票站当场点票 不过有部分小票站的选票 会集中到大票站来进行点票 凤凰卫视张佑仁 王金璐香港报道 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当天 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 也到多个票站来巡视 香港区议会选举10号举行 上午8点半正式开始投票 夜晚12点投票结束 11号凌晨零时15分左右 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到天主教 武华中学点票站巡视及到出票箱中的选票 此票站属于地区委员会戒别选举在黄大仙的票站 之后行政长官李家超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到黄仁书院 点票站巡视及到出票箱中的选票 此票站属于地方选区的其中一个票站 而从10号投票开始陆启康就先后到多个票站巡视 10号早上陆启康到由马蒂天主教小学投票站巡视 随后见传媒是表示有信心 选举会在公开诚实及公平下进行 稍后我们是会继续询释其他的投票站 我们今天是有信心 今天的选举在公开诚实及公平的情况之下进行 地区委员会戒别投票在10号下午2点半结束 陆启康询市票站后在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 见记着时表示 地委会戒别投票箱已经上锁 直到地方选区投票结束后才会开始点票 投票站工作人员已经确保投票箱是上了锁 和密封的不受干扰 直到地方选区投票结束才开始点票 10号晚由于电子选民登记测系统故障 所有投票站晚8点12分开始 转用正式选民登记测印刷本发出选票 陆启康随后见记者时表示 投票时间将盛延一个半小时至夜晚12点 凤凰威视鲁西文香港报导 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看到很紧张的台湾2024大选 这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跟副首赵绍康 在10号前往了东部花莲县 与国民党立委傅昆奇成立了联合竞选总部 展现了大团结的气势 有超过5万人到现场力挺 而花莲则是被视为民进党大选 副首参选人萧美琴的根据地 所以侯友宜也把火力集中在炮轰萧美琴上 指他曾经阻挡当地的交通发展 侯友宜和赵少汤道花莲造势 进场时民众家道抢助过手超级热情 花莲市民进党大选副首参选人 萧美琴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侯赵发言把炮口对准萧美琴 曾立足当地交通发展 花莲也是观光大县 侯赵右空击民进党 让两岸段绝观光 侯赵联手又针对民进党的贪腐 承诺成立特征组撤场 我相信三个候选人 阿伯莉阿现在贪官污吏 你如果投票我一定是第一名 只要我们当选 我会成立新的特征组 我真的热情 把我们抓过去 拉捏 盼望什么 政党轮替对不对 对 造势现场坐无需席 主办单位称超过5万人到场 展现台湾明星思变的能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要看一下是澳门特区政府 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 在10号表示 2023年的1到11月 这访澳的旅客 已经超过2500万人次 也很有信心 全年可以达到2800万人次 李伟农就表示了 在今年的1月份 日均的访澳国际旅客的数量 大约为2019年的10%左右 而在8月后 已经超过2019年的70% 那么这也反映澳门 整体复苏进度很理想 而旅客的消费也有所增加 也希望在明年继续保持 这一个态势 而按照计划来说的话 澳门特区政府 明年将会重点地面向 东北亚还有东南亚等地 来进行旅游推广工作 要拓展相关客源及市场 好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